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人习惯称之为雪龙山 说雪龙山知道的可能不多 但说玉龙雪山 很多人估计都知道了 它位于横断山脉少里山南段 海拔五千五百多米 奇袖险峻 山顶中年积雪云雾笼罩 是非常著名的一处旅游景点 除雪龙山外 周围又有十三座雪峰 汇集于横断山脉 如同一条雪龙 长出数个脑袋一般 风水之上称之为地蟹白龙 地底龙气催生一片雪域 历来便是风水大家眼中的宝地 这雪龙山 虽然已经被开发为旅游景点 但由于地域辽阔 因此尚有很大一片区域 都只能是眼观 不能进前 雪山环抱的深处 更是人机罕至 若说里面有大墓 我是绝对相信的 早在民末时期 就已经有懂得 关风望水的盗墓贼 频频进入 据说从里面倒过一些东西 由于那地方海拔高 条件恶劣 因此也有一些 一无所获 杀鱼而归的 更有丢掉性命 一去不回的 近年来 雪龙山一带旅游开发 人流密集 加之懂得忘记 发墓之术的人越来越少 因此道目道陡的 总算是也将视线 从雪龙山转移开来 我心头就纳闷了 吕作这说法当真奇怪 赵老头怎么会将信使 送入雪龙山里呢 先不说深圳和滇地 相隔甚远 况且玉龙深处 尽是千百年晦绩的白雪 将信使送进去 又是何意呀 不等我开口 豆腐率先问道 您是咋知道 赵老头弄了一批信使进去啊 他弄信使到雪龙山里 是想干嘛呀 吕速呵呵一笑 这件事情 赵二爷做的不是一般的隐秘呀 说实话 以我的能力 是查不出来的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另有其人 至于他是融合得知的 我可就不知道了 豆腐还在纳闷 是谁给的消息 我脑海中已经闪过一个人影 是那个和陈慈一模一样的年轻人 吕速看着我 眼中闪过一抹赞赏 微微点头 笑道 陈兄弟 你一向心思敏锐 踩得不错 上一次我从你这儿离开 将地图失窃的消息 告诉他之后 这人也帮着调查 他的能耐 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连我都没有察觉到的东西 却被他翻出来了 说到最后 吕速的神色有些严峻起来 我也是暗自吃惊 说 看来你已经和他 站在同一条线上了 你对那个人了解多少啊 此时此刻 比起赵老头为什么弄一批信使到雪龙山里 我反而更加关心那哑巴的真实身份 他究竟叫什么名字 他和我们陈家有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给扶桑人办事 他忽然要找陈慈留下的地图 又有什么目的呢 这一切的一切 将哑巴包裹在一团迷雾之中 如同一根不通不痒的刺 扎着难受啊 我问完 吕速缓缓摇头说 他自称污水 但我可以确定这是个假名字 陈兄弟 跟你之间我也不说那么多假话了 在污水找我的第二天 我动用了一些人脉关系 去查他的资料 但却什么也没查到 对吕速此人的能耐 我已经是深有体会的 连他都没能查到什么线索 这个哑巴究竟是什么来历啊 我不有说 他似乎一直留在扶桑 你有没有从这方面入手啊 吕速却解释 不管哑巴之前是在哪儿 只要他来到中国 衣食住行 都会留下很多线索 顺着这些线索 顺藤摸瓜 总能查到蛛丝马迹的 但吕速在查哑巴的时候 却一点线索也没有 这个自称无水的哑巴 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啊 豆腐文言就说 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人 你也敢跟他打火啊 吕速笑了笑 不慎在意 缓声说 我们这一行 不明不白的多的是人 来路不重要 重要的是 达成目的 前提是 也被人给黑了 哑巴的身份是一个谜 吕速没有探究的打算 他主要的注意力 集中在哑巴给他的信息上 根据这个信息 我们才发现 原来众人之前的推断 都是完全错了 赵二爷研究信实 根本不是为了从信息身上查找出什么 而是利用这帮打不死 又凶悍无比的信息 进行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什么呀 哑巴不知道 吕速也不知道 因此 吕速找到赵二爷 这话问出的时候 当时赵二爷呼吸都急促起来 吕速微微一笑 说 二爷 这些年你一直在搞什么东西 你我心知肚明 现在忽然弄了一帮信使 你说其中没有事 鬼都不行 我今天也是诚心诚意地过来 二爷 你也是有头有脸的 虽说现在落了难 但是我相信 以你的能力 只要多活动活动 损失一些财帕 也就稀释宁人了 赵二爷自然知道 吕速这话的意思 现如今 他上面的靠山 碍于顾文敏父亲那边的阻力 不好出面 而这一头 又是证据确凿的 要像摆平这事 把自己儿子弄出来 须得花费不小的代价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可吕速虽然没有明说 赵二爷却明白 如果加上吕速的势力 这种关头 再来个火上加油 雪上加霜 那自己赵家 在几方联合打压之下 那就算是完蛋了呀 这姓吕的 说话不带脏子 连就威胁的言语都没有 一是把赵二爷 给逼到悬崖边上了 赵老头点上烟杆子 狠狠心这里面 带着英素的特殊烟叶 目光直直和吕速对视 吕速微笑着 足足十来分钟 赵老头拿老烟锅子 才到底了 他放下烟杆 在烟雾缭绕的房间中 哑声说道 吕速 我与你往日无缘 近日无仇 何必苦苦相逼呢 吕速面上依旧是温和的笑意 目光中含着尊敬 仿佛在注视自己的父亲 柔声说 老爷子 您声名显赫 我对您十分敬重 不敢说苦苦相逼的话 只是 一来 那份博书 是关陈兄弟的神家姓名 我与陈兄弟二人 既是出生入色的朋友 就该帮一帮 二来 这博书上的内容 与我自身的目的 也有一些牵连 我并非刻意来为难于您 说到底 咱们这圈子本来就小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又是个晚辈 如果不是世处无奈 今日是绝对不会来打扰你的 赵老头冷笑了一声 说 话说得可真漂亮啊 我是送了一批信使 进入雪龙山 但和那份博书 可是一点关系没有 我说过 他被人盗走了 你要是不信 我也没办法 说完 他闭上眼睛 躺在椅子上 一项金光溢溢的毛子 疲惫地合在了一起 吕宋带着笑意的脸 终于闪过一丝不耐烦 他调整了一下坐姿 心身上前 老爷子 您再好好想想 既然博书是被人偷了 那总该有嫌疑人吧 有哪些人知道 你手里有这份东西 赵老头睁开眼 爆出一串名字 其中就有我和豆腐 剩下的大部分是二十多年前 随他去居儿王墓那批人 这时都步入老年行列 大多退休在家 只有他们的一些子辈 还在赵老头子底下坐视 吕宋将这些人挨个 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转身回去调查此时 由于人数众多 要一个一个摸清楚 这些嫌疑人的根底 着实不容易 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当事情告一段落时 两个最大嫌疑人 被过滤出来了 他们一个绰号叫黑狼 一个绰号叫哨子 年轻时 一个心狠手辣 杀人如麻 一个机灵敏捷 轨迹百出 跟着赵老头走天下 混到如今虽然年老 但也都是身家不菲的 只不过毕竟来路不正 又或者是年老心虚 因此平日里很是低调 之前那一伙人 后来要么出事早死 要么已经转头其他人 要么都已经走得很远 筋盆洗手 唯有这两人 一直留在深圳 跟赵老头保持密切联系 而且还有人手跟着赵老头身边 是最大的两个嫌疑人 于是 吕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将大部分精力 都花在这二人身上 但就在这时 他却忽然接到哑巴的消息 说这赵老头的儿子 已经被弄出去了 而赵老头则关闭了 所有灰色产业 只留下一些漂白的经营 还在积蓄着 吕肃立刻感觉不对劲了 这段时间将精力 都放在黑狼和哨子身上 没想到赵老头竟这么快 将事情解决了 而自己的眼线也没有通知 看样子也是被买通了 哑巴接着说 他们去了雪龙山 失踪了 吕肃在电话另外一头 深深吸了口气 随后笑了笑 说 吊虎离山寄 赵二爷这一招 玩得漂亮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